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杨梅的画法 先用少量藤黄和胭脂调出来底色 分左右两笔画出来一个个小圆球 不要排列特别整齐 颜色要有浓淡变化 笔上再调胭脂将笔锋调散 点出杨梅身上的肉刺 重的地方也要加少量的末 小点也要有聚散变化 才能体现出杨梅的立体感 这时加少量的末勾出枝杆 煮至旁边再加少量的旁枝 藤黄花青加少量的末 调出来绿色画出叶片 杨梅的叶片外边粗 里边细 最后再用重末勾出叶脉 一幅杨梅就画好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收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